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一个患感者 也有慢性病的问题 这一系列的影片很荣幸邀请到了谢明佳医师 来跟我们在线上聊聊 谢医师是代谢症候群慢性病的知名专家 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听听他带给我们的健康观念吧 那我们就一项一项来讲好了 我想请问一下糖尿病 这个前期到底会有什么感觉 然后要怎么样去预防 还有就是我听人家说 你打胰岛术就一辈子都要打 还是什么不可以打打就要洗肾什么 因为我本身也是有血糖高的问题 当然也是这个谢院长有帮我解决了 这个长久六年多来的问题 我是代替大家来问这个问题 我想明学问得很清楚 就是说糖尿病我们会不会 事先有一些症兆或是症状 让我们自己知道 尤其在糖尿病前期的部分 我要跟大家讲一个坏消息 其实血糖高是没有症状 那一定会说 有人跟我们说 那个血糖高 会多吃多喝多尿 体重减轻 对吧 那是会症状很高 什么叫会症状很高 就是血糖要超过250mg 250以上才会 可是我们诊断糖尿病怎么诊断 只要血糖大于空腹大于126 就可以诊断糖尿病 所以你在126到250之间 是没症状 所以刚刚明学有问说 我在糖尿病前期我要怎么知道 但会有一些小小的状况 你可以去怀疑 自己是不是有血糖的问题 第一个就是说 女生比较容易有泌尿道感染 或婚姻部会骚痒 第二个你的伤口比较不容易愈合 你比较容易疲惫 那有些人是在吃饱饭后 过三四点间很厚厚的 那这些看起来不是很像糖尿病的症状 你可以去怀疑你自己本身 是不是有糖尿病 当然我们都会说 你可以先评估 你是不是糖尿病的高风险者 怎么样评估 第一个先看你爸爸妈妈 阿公阿嬷兄弟姐妹 有人糖尿病 第二个你本身是不是比较肥胖 然后你都没在运动 都整天坐在那儿 只看电脑也不运动 然后你是不是本身 已经是高血压患者 你是不是已经之前 有得过心肌梗塞中风 然后女生你有多狼性 卵巢症候群 这所谓我刚念的这些 都是糖尿病的高危险因子 最简单要怎么样检测你的血糖 有没有问题 抽血就知道 这个是血糖剂也可以 血糖剂也可以 当然最准确我们可以去抽血 当然抽血这时候就要教大家 怎样去抽血才能把血糖做得最正确的评估 第一个空腹血糖 所谓空腹就是八个小时不吃饭去抽血 第二个就是糖化血摄数 糖化血摄数代表过去你二到三个月的平均血糖值 然后第三个我们叫做葡萄糖耐受性试验 就是都没吃饭 没吃饭空腹八个小时去喝七十五克的葡萄糖水 然后两个小时之后厌血糖 那这样子这三个数字出来呢 你就可以知道你是正常血糖糖尿病前期或是糖尿病患者 所以刚刚明学在问的 我们要怎样去知道我们血糖的问题是这样的 因为一般人啊 包括我 根本你也不会想到我自己到底有没有糖尿病 可能你在某一次的公司体检 你才会发现说我自己血糖很高 所以我想请问协院长就是说 一样吗 我们男生一样三十岁以后就要去注意这个事情吗 太好了 这有没有必要买个血糖机在家里验 好 可是就是大部分的人应该也都会想要问这个问题 好 问得太好了 我们一般是这样 如果你都没有什么危险因子哦 四十岁以上你就必须要去做这些检测 就是什么危险因子都没有 是 可是如果你已经有肥胖 刚刚已经讲了哦 男生的腰围大于九十公分 女生大于八十公分 或是你用身体质量指数也好 身体质量指数就是说我们的BMI BMI就是用体重 这用公斤为单位 除以身高的平方 那身高当然用公尺为单位 然后如果你已经是过重 所以BMI大于24 那肥胖是BMI大于28以上 这些呢 你有肥胖 加上我刚刚念的那些危险因子 你本身是不动的 你有家族史 你有高血压 女生多狼性卵巢症候群 有加上其中一个危险因子 就应该要去做检测 抽烟喝酒算吗 抽烟跟喝酒这些 是不是糖尿病的危险因子 目前我们并没有把它放在 糖尿病的危险因子之一 只放在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子 OK 所以如果有家 我们就要快去检测 是 你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那刚刚明雪有讲 那我们得到糖尿病之后 其实治疗很重要 对 那先强调 那得到糖尿病之后 其实我们寿命就直接减少 因为这在台湾有做研究 真的 减少多少 好喔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我先用台湾的研究 如果男生在30岁 你得到糖尿病 其实你的寿命就直接扣掉10年 喔 对 你本来可能有90岁 你的春80岁 86岁 直接扣掉10年 那50岁得糖尿病是不是很常见 在台湾嘛 50岁 你得到糖尿病 很正常 男生你的寿命就直接减掉6.5年 喔 你会比以前厉害 大家会问说 那是怎样比以前厉害 因为你 你会容易心肌梗塞 中风肾脏壞掉 或是感染死掉 是 那女生更惨 女生减少了寿命更多 相同的女生在30岁得糖尿病 寿命是减掉12年 她在50岁得糖尿病 50岁喔 女生的寿命是直接要扣掉9年到10年 这么多 所以女生损失的更多 那这时候就 大家会问 问为什么 还记不记得女生的荷尔蒙 对心脏病中风有保护作用 研究显示 一旦你得糖尿病 你这个好处就没有 你得糖尿病喔 你的荷尔蒙对你的心脏病中风的保护 就会消失了 得糖尿病荷尔蒙是没有作用 是说那一个部分就消失了 那一个荷尔蒙对本来对心脏病 中风是有保护的嘛 可是当你一旦得糖尿病 这一个防护罩就没有了 所以为什么女生得糖尿病的寿命 会减少更多 那当然另外一个原因我要谈一下 在台湾我们有做了很多研究 包括我们自己 我们有发现女生的糖尿病病患 它控制包括血糖血压血脂的控制率 比男生差 那这时候我们就会去探讨原因 其实探讨原因应该是说 我在论文上写的 就是说台湾的女性比较伟大 她都以家庭为重 都照过婴啊照过婴啊 照过家庭 对自己的身体就不重视 所以她可能血糖血压血脂的控制率 会比男生来的差一点 我这个也顺便呼吁一下 就台湾的女性 如果有糖尿病 对自己是要更重视一些 因为一般传统会以为说 男生在外面就是应酬啊 吃啊喝啊 所以糖尿病很容易重 结果其实女生也是有这个 在家里面当家庭主妇 也很容易得糖尿病 对 就跟基因有关 我还是要再强调一次 跟基因有关 跟你的环境是有关的 那如果真的 我真的得了该怎么办 真的得了该怎么办 我这边要郑重的跟大家讲 如果你已经被确诊是糖尿病 我想最重要 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药物 药物其实才是第一重要 那大家会问第二重要是什么 第二重要叫监测 就是吃了糖尿病的药物之后 你是要验血糖的 对 为什么因为验了血糖 你才知道你的血糖 有没有控制在标准的范围 那这一件事情很重要 就是我们也做了很多研究 你有糖尿病病人 血糖 血压血脂 你都有控制在标准的范围里面 其实你跟没有控制在标准的范围里面 这两群人 再注意听下面这句话 你的血糖血压血脂有控制在标准 跟没有控制在标准 你都不会疼苦 都不会不舒服 可是有控制在标准的这一群人 活得比较久 而且比较不会心肌梗塞 中风跟肾脏坏掉 以我们自己的研究 用台湾人所做的研究做例子好了 我们把一群原本没有肾脏病的人 游记好好的 都是糖尿病 然后去追踪 追踪了四年 追踪说这四年 这一群糖尿病病人 有一群人 他就是血糖血压血脂都控制得很好 另外一群真的血糖血压血脂都控制不好 那短短的四年 这两组得到肾病变的风险差了百分之四百 所以你说这个没法就比较好 油脂抛掉 油脂抛掉后 你就开始说 以前我先要油脂抛掉 我敢洗油脂 你看到的这个就是一个结果 没错 因为我本身自己有血糖很高的问题 我就会发现说 我血糖高 跟我血糖控制好 其实感觉好像差不多 有时候你就会偷懒 我没吃油也会怎样 再来就是有一个 我觉得糖尿病患者 比较讨厌的事情就是量血糖 因为你每天就是要去扎那个针 我们现在有没有发明出什么 比较简单的 好的方法 好 我想明雪讲的很 在拆这个 说起来是一定要去测 可是会觉得不方便 所以随着科技的进步 其实我们现在也有所谓的 连续血糖监测 连续血糖监测 就是像一个小贝壳埋在你的皮下 那这个就可以放一个礼拜 那放一个礼拜这个 他平均每五分钟 就会帮你把平均的血糖量测一次 所以你一天量了288次的血糖 好 所以说连续血糖监测 其实可以解决掉 你比较不喜欢在那边扎针的 这一个困扰 所以如果我们 有些朋友真的对于扎针 你是有恐惧的 当然去做连续血糖监测 是一个好的选择 那当然明雪刚有问 未来还记不记得之前 Google有说他要做量测血糖的隐形眼镜 后来失败了 是因为准确度是有问题的 那之前也有人说我要做量测血糖的手环 目前这些都在进行东 可是要跟大家讲 这些东西都还不是很成熟 那我们期待未来有更不会痛的 就是非侵入性的量血糖的方式 所以现在要告诉大家的是 传统的血糖机 目前还是最标准的检测方式 那如果你对传统的血糖机是 会有恐惧感的 那连续血糖监测是另外一个 比较好一点点的方式 也可以让你去了解 你整天血糖的变化 那了解整天血糖的变化 我们才有办法把它控制更 那刚刚明雪有去提到糖尿病的药物 我这边要跟大家讲一个好消息 就是说其实在这十年当中 糖尿病的药物进步非常多 一到两年就有一个新药物的发展 未来也是 那所以刚刚明雪其实有提到胰岛素 我简单的就是 现在糖尿病的药物其实就分两种 一个就口服的 一个叫曾剂 那曾剂我们以前印象最深的 就叫胰岛素 其实现在除了胰岛素之外 还有长蜜素 那我谈一下大家 对胰岛素的误解 第一个问题 是不是我用了胰岛素之后 一辈子就必须要使用下去 这个问题只有 百分之二十是正确的 我们胰岛素是这样 现在我刚刚讲 降血糖的药物有很多 那如果我们一个一个来比较 谁的降血糖效果最强 胰岛素 所以胰岛素什么时候会使用 第一个你用了其他口服药 结果都不好 所以你是不是要 拿最强的出来用 所以拿最强的出来用 以后 当然如果医疗团队 对胰岛素是很熟悉的 那你也有配合 其实你的血糖很快就会被控制下 那当你的血糖被控制下来之后 胰岛素其实是可以停掉的 这是第一个状况 就是它是救急的 所以你是可以拿掉的 可是还有其他的状况 其他的状况就是 当你真的是胰脏的胰岛细胞功能 变得很不好 因为糖尿病也 它的表现是多样化的 那当然如果你胰脏的胰岛细胞功能 已经变得很差很差 我们要记得 我们所有的药物都是在 叫胰脏赶快分泌胰岛素 或是把胰岛素的功能变好 或是作用在其他的地方 可是当你胰脏的胰岛细胞功能 已经很差了 你用其他的药物 其实是没有效的 所以这时候胰岛素 就变成你最重要的治疗 所以如果是这一类的病人 其实你的胰岛素就是不能拿掉 所以胰岛素不是说用的就好了 还可以在某些紧急的状况之下 你必须使用胰岛素 什么叫紧急的状况 第一个你住院了 你住院了 其实那时候用所有的口服药 都是不对的 所以你必须要用胰岛素治疗 那当这个紧急的状况过去了之后 胰岛素就拿掉了 所以我们现在 我们再把这个问题做一次的纠正 那是不是使用胰岛素一辈子都要用 答案是不是的 你有些状况 胰岛素只是在来当做血糖的救急 赶快把血糖控制下来 身体才不会坏掉 当血糖控制好之后 你的胰岛素是可以拿掉的 可是有一部分的病人 你是胰脏的胰岛细胞功能 已经很差很差了 那时候胰岛素是你最好的治疗模式 好所以这胰岛素的误解 跟大家讲一下 那其他的包括口服药 包括针剂要怎么选择 注意听 所有的药物对你来说 都是可以降血糖的 那专业的医师 就会依照你的状况 选择你最适合的药 那这边最后 最后讲的这个最重要 对你来说是最适合的药 可是台湾健保 不一定会觉得这样子 是可以给付的 台湾健保有它的游戏规则 我这边简单的跟各位讲一下 各位比较清楚 台湾健保是这样子 他说大家都最喜欢吃口服药 当你的口服药 我们刚刚有说 种类有好多种 对不对 只要吃四种了 你要吃第五种 第六种口服药 是不行的 就要自费 就要自费 不然 不然就是打胰岛素 是这样 对所以这个要让大家了解 这是台湾健保的规定 那台湾健保其实也有规定 因为我们所有的药物里面 有所谓的药价比较高 叫高贵药 它一定是规定先用价格比较低的 当价格比较低的 用了没有效之后 才加价格比较高的 那价格最高的 其中三个药物是 不能两两合并使用的 只能选其中一个 所以我刚刚讲的是 我们可以帮你选择最好最好的药 可是台湾健保可能会跟你说 不行哦 可能就要自费 就要自费 所以譬如说明雪跟我很熟 或是我每个病人 我都会很清楚的告诉他 如果我医健保是这样帮你选 可是你有没有更好的选择 有我们可能会选择这一个药 因为你身体的状况是这个样子 这个药对你的身体 对你的心脏有帮助 对你的肾脏有帮助 可是这两个对心脏对肾脏都有帮助的药 健保不准我一起开给你 那我们可以选择其中之一 当然这样子可能 我开出去的处方就不是100分 我可能开出去一个80分的处方 那我们要开100分 那其中一个药就会自费 所以这个跟大家在线上说明一下 以后你可以比较知道 怎么跟你的医生做讨论 所以可是不是每个医生都会这样子吧 所以这是一个不能说的秘密吗 对这是一个 因为就像我刚刚在线上跟这样说明 你要想医生如果在门诊这样子 对每个人讲 其实医生会觉得蛮累的 对啊他如果今天病了很多 他就处理不完 他在解释这个药说哪一个是健保客用 所以有时候就干脆不提 那干脆不提 当然就不能怪医生 没有为你开出一个100分处方的药 游戏规则就是这样定 对对就是台湾的游戏规则 所以跟大家说明一下 那也让大家现在 那你们了解游戏规则 对大家是好的为什么 因为至少以后你在门诊 你可以跟医生讲 医生医生我知道有些药 你很想要开我没办法开 没办法开 没办法因为我也愿意 我给他开出一个 对你给他自费 你开一些比较好的药给我 我们也可以跟医生做这样子的讨论 当然你对药物如果可以更了解 你其实讨论的空间就会更多 这我给大家说明一下 而且未来还会有更多新种类的药会出现 那其实对大家都是有帮助的 那我想问有一个胰岛素的问题 就是打胰岛素会不会变胖 因为我觉得我打胰岛素一定胖 我自己 明学问得很好 打胰岛素其中 我先讲打胰岛素最大的副作用就是低血糖 第二个副作用就是变胖 真的会 真的会变胖 那现在我们常常在教学生的时候 我们会把所有的血糖要分 第一个哪些会低血糖哪些不会 不会低血糖的 其实就是风险比较低 那刚好胰岛素是会低血糖 那第二个我们就会去说 哪些药物会让你变胖 哪些药物不会变胖 那现在我们还有药物可以变瘦的 有哦 有有有有 真的想分这个 对对对对 所以我糖尿病的药物大概可以这样子分 那胰岛素就是属于那个会变胖的 那还记不记得我刚刚说现在的真剂分两种 一种叫胰岛素 一种叫肠秘素 肠秘素 肠秘素其实是GLP1 受体的激动剂 那这一个另外这一个打针的 跟胰岛素一样是打针的叫肠秘素 肠秘素是会变瘦的 所以肠秘素是可以 现在肠秘素除了用来治疗糖尿病 还用来做减重 外面所谓坊间的减重针 其实就是治疗糖尿病这一个针剂 也就是外面的减重针 那当然口服药里面有没有哪些也会让体重变轻 有叫SGOT2 受体的SGOT2的抑制剂 这个药物也会让你的体重减轻 所以有两个药物是可以减重 那那个肠秘素现在可以广泛的使用吗 因为糖尿病患者也很多大部分都是肥胖 都是肥胖 对啊 一定会想说 你就开那我用就好了 又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 又讲台湾的游戏规则 又是游戏规则 什么时候可以糖尿病病人 你可以光明正大的医生可以开肠秘素给你 前面要用一种 两种喔 两种口服要吃的 而且要半年 连续半年 糖化学摄数大于8.5 就是用台语来说 就是你要吃两种口服要理 而且汇糖都控制很薄的 半年以上 要8.5才是 8.5才可以 8.5很差 8.5你如果想什么事情也你自己想办法 所以这是台湾的游戏规则 其实我们都很期待 也很希望你可以越早使用越好 可是有时候健保就这样规定 我常常跟患者说 真的不好意思 他就叫你一直等待 然后我们也舍不得你坏那么久 其实在你一看到8.5 我们就用药物调整 所以当调下去你就没有8.5了 你又不能用了 所以刚刚明学说的 就是有时候 他在台湾有一些无奈 我刚好借着这个机会稍微解释一下 是 所以我们现在很多的患者 当然他为了让自己早一点更好 他就会选择去自费使用 那如果你真的是控制不好的 8.5以上半年 我们就一定会帮你选择 那接下来就是一个糖尿病患者 觉得最麻烦的事情 就是饮食 到底要怎么吃呢 然后你有时候去医院的营养师 可是我也没有说对营养师不尊敬 可是他们的提出来的那个菜单 真的太难入口了 真的就不是人类可以实现的这样 想要请问一下院长这个有没有 好太好了 我这边的饮食 其实我都跟我的患者讲 我要求最少 其实在饮食方面 我只要求第一个多喝水 每天喝2000cc以上的水 那我们尽量吃东西吃三餐就好 不要吃第四餐第五餐 然后注意听 三餐你爱吃什么就吃什么 其实我不太管大家 真的吗 那当然刚刚讲的这句话 是有原理的我在讲 我只要求一点 就水果饭后马上吃掉 不然不吃 这个就是我 我一要求的事 那三餐爱吃什么就吃什么 我们用科学来做 还记不记得我都会请大家量测血糖 所以我们在餐前会先量测血糖 然后你就去吃你爱吃的东西了嘛 嗯 吃完之后两个小时又量血糖 然后用饭后的血糖减掉饭前的 这个叫血糖波动值 小于60 那如果你的饭后血糖 减掉饭前血糖小于60 表示你刚吃的那一餐OK 没有问题 哦 可是如果你的饭后血糖 减掉饭前血糖大于60呢 怎么办 赶快回想一下你刚那一餐吃了什么 把它记录起来 记录起来之后 下次门诊的时候拿给我看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在做什么事 在寻找你自己吃什么东西血糖会高 所以不是每个人吃一样的东西都会高 不是 哦是不一样的 对因为我们人都不同 是是是 所以我经常说我们 比如说隔壁的阿姨跟你说他吃南瓜血糖会高 对对 可是说不定明雪吃下去就不会高 哦原来是这样子 对 所以所以我们是不是每个人如果把自己血糖会高的东西把它找出来 以后你就轻松了 以后你家里现在只有十道菜 其实你知道这个东西我这南瓜我吃了比较高 我吃比较少的我不是不能吃我吃少一点 那这一盘这一个炒蛋我吃了永远血糖不会高 我可以多吃一点我开心就好了 猪脚来了这个是我血糖不会高我就拼命吃 我如果开心我就吃多一点 所以我现在要告诉大家的是糖尿病没有东西不能吃 除非那个东西是有毒的 那我们当然就会告诉你哪些东西吃的血糖比较容易高 其实就是所谓的碳水化物 不用记太多记五个东西就好 面饭水果面包馒头 这五个东西其实都是我们常吃的 那这些东西吃的血糖容易高不是不吃 就是吃较少的而已 那吃较少的豆腰嘛 你可不可以用肉啊用海鲜用蛋用豆腐用青菜来取蛋 那这样子是不是你也可以吃得很开心又过得很愉快 那最科学的方法就是餐前量血糖餐后量血糖 餐后减饭后血糖减餐前只要小于六十 表示你吃的很正确 那我们就这个要计算这个血糖波动是永久的 马来说我应该算一段时间 然后知道说我的禁忌是哪一些这样子 因为我如果永远每次吃饭前我就要量 吃饭后又要量 我会想说我不要吃了 明确讲的很好 这不是永久 所以我才说你有没有办法在很快的时间内 去把你吃哪些东西血糖味高找出啊 那还记不记得我们为什么要找出来 因为血糖高不甘苦对吧 对 所以我们是为了自己的生命 去做这些事 所以刚明确讲的 像我的患者我会跟他说 你利用这两三个我会快去找找 两三个月后你就轻松了 你大概菜一端出来 这我会比较高 我以前有经验我就吃比较少 你的生活从此就会弹性又愉快 我觉得慢性病患者就会觉得说 我做这件事情要做多久 做到我死吗好烦喔 就会不想做下去 做一段时间 所以现在院长给我们一个感觉就是说 我们就辛苦一段时间把我们的那些东西 规律啊 一些禁忌的东西找出来 那我们后面就会比较轻松 就眼前有一个希望这样子 那碰到新的东西再测就好了 这个东西出现我从来都没吃过啊 我就再吃一下 有的人会说糖尿病要少量多餐 这个也是不对的 这是错的 这是完全错的 我讲一下理论好了 就糖尿病病 糖尿病很复杂 糖尿病就是不是你身体有八个地方 同时出问题 才会得糖尿病 所以不是一个地方出问题 要八个地方 八个地方都出问题了 你就会得糖尿病了 听起来很难好像很简单 其实是很难 八个地方从此出问题 啊当然每个地方 每个人受伤的程度都不同 是 那 那刚刚在讲了 就是说 我们糖尿病 我们来讲的 以前大家最知道 就胰胀的胰岛细胞功能嘛 还有胰岛素阻抗嘛 对不对 那为什么不能少量多餐 糖尿病病人 胰胀的胰岛细胞功能 已经比较少了 已经比较少了 我们想我们每次一次东西 为什么 我以我为例子好了 我每次一次东西 为什么血糖不会高 希望我吃东西下去 我的胰胀在十分钟哦 要快速分泌胰岛素 快速分泌胰岛素 来cover你刚刚吃下去的这个东西 里面的碳水化 我血糖才不会高起来嘛 好 如果你少量多餐 是不是一天给他吃十次的东西 你的胰胀是不是要做十次的工 可是如果你一天只吃三餐 你的胰胀只做三次工 你一个人已经身体辣了 你要做工作做多变更好 还是做少变 少变的 所以少量多餐 你就会造成你的胰胀 做工的次数会变多 所以这样的理论基础来看 当然我们就不鼓励 可是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之下 可以少量多餐 这些特殊的情况 我举其中一个例子 就是认成糖尿病 认成糖尿病 就是女生在怀孕之后 得到了糖尿病 那当然认成糖尿病 你如果好好控制 跟医疗团队配合90% 是不用用药的 那有一部分认成糖尿病的患者 其实少量多餐 它的血糖是反而比较稳定 那当然这个状况 未来有机会 如果真的遇到 我们再跟大家做讨论 所以唯一的例外 可能是这些状况而已